大家晚上好,我是叶猫 30元买了两斤鱿鱼须和一碗辣椒 今晚宵夜冷吃鱿鱼须 开一看 这个辣椒不辣,所以可以多放点 先把辣椒清洗一下 用剪刀全部剪开 辣椒泡水之后就不会被炒糊了 鱿鱼须处理完毕,清洗干净 然后依次改刀 先把鱿鱼须焯水,加入葱和料酒去腥 锅里可以多放点油 然后放入屏幕里的调料和鱿鱼须 然后料酒去腥 加入泡好的干辣椒段 加入生抽调味之后翻炒均匀 撒入白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想要生活过得好 宵夜不能少 晚上10点宵夜安排 里面倒不妙 这个鱿鱼碗